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己事亏有亏事丁事 这个人说他做生意一直亏 是不是不适合经商 很多人一看到他这样在讲的时候 各位 这个就是在网路上 你并不是真的在批评 而是客人讲什么 你就批什么 也就是说很多人就说 因为你的八字不要看很多财 就什么经商 这一种的情况 也就是说是被客人带风向的 你用这种方式在批评 其实 来讲并不是在批评 你只不过是怎样 被客人带风向而已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八字 其实他这个八字 各位你看 火生土原本是克水的 可是进入这大域以后 火生土生金金生水 他一连相生 所以他一连相生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他天干非常漂亮 我们来看地支 地支的话 三个火 克一个金 再来现在一二三又多一个 所以他其实这一个耕 耕武运的时候 他的财运是怎样 是好的 各位你要先了解 他在这一个运程 他耕武运的时候财运是好的 那来讲 他你就会觉得 财运好 为什么今年来讲 怎么会不好 各位 其实他在去年的时候就进入这个运了 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进入这个运 所以 2017年来说的话 他除了 各位 他前面其实还不错 只是他没跟你讲而已 他没跟你讲 所以在之前的运 然后 勿虚年 勿奎河 火生土生金 火生土来生金 其实都还好 但是今年为什么不好 因为害水的原因 害水会受伤 那害水一受伤的时候 他就等于日主受克 所以他今年来说他会比较不顺 那来说那明年庚子 明年庚子年财运更不好 因为庚子水来克火 所以他连地支的火都受伤 所以来讲他比较低潮的 就是在明年的庚子年 他还会再来一次低潮 他还会再来一次低潮 那接下来就是奎友 奎友也会有一个低潮 那奎友之后 再一个魏 看什么魏 丙武 他就没有碰到了 他的运程就碰不到了 所以在这个运程里面 他会有几个会不好的 在地支 我们知道 害子 魏他没有碰到 所以无所谓 那在天干 他还有一个魏 所以各位 这三年 就是他要注意的 己害 庚子 魏卯 所以 只要这一些注意一下 他其实在这个运程里面 其实是可以多多发挥的 多多发挥的 不用再 人家在那边 你的怎么财多 各位 他财多 他会算升落吗 很多人就开始财多升落 或者是面食伤 这一种的方式 再跟他讲 财多升落 现在不是就在走应运吗 对不对 反正 就是在跟人家讲说 你就是不适合 你就是不适合 你就是不行 反正 就算偏离了所有的学理 他都无所谓 所以各位不要当这一种的 你这样子其实不是在批命 了不了解 这个不是在批命 只不过是为了得到一个答案 印套给人家 请问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学的八字有用吗 你完完全全不顾你的批命规则 你的八字当然是无用的 所以记得一件事 一切要以批八字为主 而不是被客人带风向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